胃不好的人,这四种水果别吃,你被中医拉黑 大家好,我是中医徐大夫 夏天来了,天气热,很多朋友都喜欢吃些水果来结束 但是水果吃得不好,可能会伤胃 有时候还会引起腐泻 比如很多朋友喜欢把水果放进冰箱里冰镇 然后再拿出来吃,十分凉爽 但是这些温度特别低的水果吃到体内后很容易损伤脾胃 所以冰镇水果很可能会损伤脾胃的阳气 一些脾胃不好的朋友尽量不要这样吃 除此之外,还有四种水果很容易损伤脾胃 特别是第四种,很多朋友还不知道 今天我就来告诉大家 在为大家讲解之前 希望您动动双手点赞收藏 以免视频丢失 如果您还有什么不懂的 也欢迎私信留言 我会为您解答 水果伤胃一般可能存在刺激性强 不好消化吸收,寒凉等特点 比如下面这四种 第一种,山楂 很多人都知道山楂可以消食促进消化 但是却忽略了山楂的刺激性 当人们出现胃部疾病后 通常需要严格注意饮食问题 部分水果对胃部的刺激性较大 因为山楂比较酸 吃完以后容易导致胃酸分泌量增加 可能会加重对胃黏膜的刺激 导致胃部疾病加重 另外山楂中含有果胶以及丹凝酸物质比较多 在接触人的胃酸之后 可能会形成不容易溶解的沉淀 引发胃结石 所以在这里提醒一些胃不好的朋友 不建议大量食用山楂 第二,柠檬 柠檬是生活中较为常见的一种水果 里边含有较多的维生素C 可以提高免疫力 改善食欲 美白 养颜 但是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 最好不要多吃柠檬 因为柠檬里含有果酸物质比较多 对人的胃黏膜会造成较大的刺激 吃完以后 同样会导致胃酸分泌量增加 进而加重对胃黏膜的损伤 平时胃不好的朋友 或者是已经明确诊断过胃病的朋友 如果再大量使用柠檬 很可能会加重胃部的不适 第三,血梨 胃不好的朋友 要减少含粮食物的摄入 像常见的血梨 就不适合胃不好的人吃 如果存在胃寒胃痛的症状 此时吃了含粮性质的血梨 损伤胃养 导致体内寒气加重 这个时候呢 人们就容易出现胃部冷痛的症状 因此胃不好的人 应该少吃含粮性质的 比如雪梨 这样才能避免胃部的疾病加重 所以胃不太好的朋友 建议选择一些温性的水果来使用 第四种 尼侯桃 胃不好的人应该少吃尼侯桃 虽然尼侯桃里含有很多种对人健康有益的物质 但是对于胃不好的人来说 吃过多的尼侯桃可能会导致脾胃受到损伤 出现腐泻或腐痛的症状 主要是因为尼侯桃本身偏寒性 会增加胃酸的分泌 增加胃肠道的消化负担 胃不好的人进食后 多半会有反酸烧心的情况出现 听了我的分享 大家都知道了 山楂 尼侯桃 柠檬 雪梨 不适合肠胃不好的人来吃 那么很多朋友可能就要问了 吃点什么样的水果好呢 大家可以选择属性温热的水果 比如樱桃 石榴等 都是不错的选择 既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物质 还不会对胃产生太大的刺激 除此之外 肠胃不好的人平时需要吃一些清淡的食物 可以在晚上喝一杯牛奶 来养胃 牛奶属于碱性食物 可以很好的综合胃酸 减少胃酸分泌过多 对胃的刺激和伤害 那么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希望大家能够从这个视频中有所收获 也希望大家平时多多关注我的视频 听听我讲的医学常识 增加自己的见闻 了解疾病 这样才有战胜疾病的可能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 也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我会尽量为大家回复 我们下期再见